各位小伙伴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的这个智能家居这个项目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要进行到最后一个阶段 也是最麻烦的一个阶段 系统的集成 我们之前做了一些零散的操作 整个对我们这个 首先燕金屏 我们做了一个菜单是吧 然后我们对外设做了测试 然后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网络模型 那么最后我们要把所有东西都集合在一起 这样才是一个整体的项目的 单独的打断它不叫一个项目 只是一个想做测试而已 那首先呢 我再把这个东西啊 分成这么几个大块啊 第一个是一个整体的调试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啊 增加了一些其他的功能 要更加的完美 第三个是我们的用户管理 来看第一部分调试啊 首先对于菜单啊 那么所有的菜单我们都要做一个测试啊 一定要测试通过了 那么在这里边 我这里边呢 是有六个图标 也就是说手机中有六个APP 那对每一个APP都得测是吧 所以对每一个东西 你要点开测一下 我们来复位一下 然后测试一下到底行不行啊 这个菜单可以工作 home可以返回是吧 每一个菜单基本都没什么问题啊 然后里边有些动作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照明里边 这个开合观是吧 有些动作那这些动作你可以先用printful来测 比如说我点开的时候我printful一个字打到窜口里边就OK了是吧 那我在这边应该有printful 大家看我点了一下这里边就printful一个数据说明我这个 照明系统这个所有的操作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对每一个菜单我们都可以用printful来测或者用LED来测 接下来是一个外设啊 那除了菜单以后我们这里边有几个传感器是吧 业务传感器 红外传感器 然后如果你买了其他器件比如说什么机电器呢 不应电机呢这个都要一一测试啊 到现在这个阶段一定要确保他真正的正确的工作的 要不然后面的工作没法进行是吧 那这两个测试呢 其实也非常麻烦的别看你这些做对了 把它写在一个工程里边有可能出错是吧 也有有可能某个期间就不工作了 所以这个非常麻烦 那测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把它揉在一起啊 揉在一起啊 首先第一个我们这个DHTL对吧 它是一个类似于空调类型的东西 那么空调呢是会向外啊 传一个数据的当前的温度啊 当前的湿度 那不可能说啊 一贴传一次那不行是吧 那不如贴局预报的 那一秒传一次也不行 这个CPU赚的太浪费了是吧 就干它了 一般这种数据呢 可能就隔个几分钟来传一次是吧 所以这里边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定时器 每隔三分钟或五分钟 我们向外部发送的数据 当前的温度湿度是多少 那么这个定时器我们 我们用定时器五啊 你选哪个都可以 但是现在你要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是吧 以后要用定时器的地方非常多 非常多是吧 所以你对这个用了几要记好了是吧 它用的是五 这样呢我们可以让它定时的向外发出数据 然后接下来是在菜单中加入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之前做出了菜单 然后对印章也做完了 但是呢要把它关联起来 那么在哪关联呢 我们翻回到我们菜单这块啊 来最简单看照明这块 我们知道在这个货里边是有个结构体的 是吧 我们可以再可以看到这个 结构体 主要是一些按钮是吧 在这个照明系统里面有两 有七八个按钮是吧 应该是九个 每一个条目两个 四个条目八个是吧 最后加一个home键 总共是九个 那么其中每一个条目的两个按钮 都是有LED操作的是吧 那么在哪操作 肯定是这个函数是吧 那么其他都是一些变量 这些变量都是一些写式的问题 那最后再有个指针 指向的一个函数 那么当你这个press以后呢 会产生我们的LED的操作 当然除了这个界面本身 可能有些状态需要改变 最主要是我们的LED 要发生一个变化 那所以你要定位到这个press这块 是吧 我们找到press 我们看到这个itempress以后呢 这个LED等于什么 等于你传过来的状态是吧 然后这个是哪个LED呢 取决于这个ID号是吧 所以每一个动作 如果想要和你的这个硬件 关联起来的话 肯定是在我这个模型里边 press函数 在这里边会做一些相应的操作 那不管看哪一个 你基本都差不多的 可以再给你看一个空调是吧 最后找我们找press就ok了 大家看itempress 空调也是做一个灯泡的开会关 是吧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空调 我们不能控制 是吧 它是个DHTL 它只能给你发送数据 你给它发 发不过去是吧 它不受你控制 所以只能这么做了 这是我们这一步要做的事情 把这些菜单 和你的硬件关系起来 那其实做完上面 这两步基本差不多了 然后那个 业务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呢 其实之前只要把硬件 摆在那就ok了 它其实跟菜单 没有多大关系是吧 只要能把数据给发出去就行了 用我们的print函数 发到客户端就ok了 那么下面 还有要做的是你的RCC的设置 可能有些RCC呢 默认的 或者你改了以后呢 它不是你要的东西 是吧 这里边我们统一 把它使用到最高频率 当然我没有超频啊 我这是168兆赫兹 系统主频 我定死了 为了提高它的速度 那么RCC怎么设 你应该知道 把它修改成168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增加一个时间 大家看我这个摄像头这块 给它打开 返回一下 但看我这里 下面是一块表的是吧 那这个我也是看到 很多这个设备呢 都有一块表是吧 那我也加一块 为了好看 所以增加了一个实时的时钟 那这个实时的时钟 我们知道是用我们这个板子 底下那块电池是吧 如果你没有那块电池的话 那你加也是白加 就不要加了是吧 只要你那块电池能用 就可以把这个RTC这块加上去 那么RTC呢 主要是依赖于我们这个 它带的这个是吧 硬件这块有个RTC是吧 这下有个对于时间的设置 那我都把它总结到课节里边 首先有初始化 然后我们可以设置时间 设置日期 后面这个定时期呢 什么的 这个是它本身具备的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获取时间 获取日期 那么对这个时间的设计呢 可能稍微有一点复杂 除了这些系统函数 你要用 这个都是在库函数里边提供好了 你就用就OK了 是吧 接下来是还有我们一个 逻辑思路的问题啊 那现在在组屏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时间 当我们切换到紫菜单的时候 这个时间位置是被后母占用的 是吧 是不具有时间的 因为我是这么设计的 是吧 所以当你切换到紫尖面的时候 时间就不写式了 这是一个问题啊 或者你可以写式到右下角也可以啊 不要往中间打 要不然会冲突 还有个问题 这个时间不止可以写式是吧 写式好说 你让它有就有 它没有就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啊 这有个菜单 时间是可以调的是吧 但这个菜单呢 也是一样的 这是标题信息栏 然后每一个item都差不多 关键是这几个button呢 是有动作的 然后这个button 你可以点击增加是吧 可以增加 可以对表 那么对表这个过程 除了解单的这个数字增加 然后打在屏幕上 还有一个问题啊 对表的过程都不能超窄是吧 你的日期 你不要出32号 是吧 你不要出13月 你的秒不要出来78秒的 这些都是问题 要做一个判断 这是我要说的 对表完了以后 我们返回的时候 这个表是被修改过的表啊 你别改对了半天表回来了 还是那么大时间了 那你这块表是不能对的 这一点要注意啊 那么对表这一块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代码参考一下啊 首先呢 是在菜单这一块 是吧 找到这个工程的menu 这有个time 是吧 对表 这所有的动作都集中在press 是吧 最后有一个press 我们开始在有个press 是吧 当这个按钮加加 点下以后是吧 这有两个按钮是吧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增加 减少 这个比较简单是吧 增加减少 那么到最后 我肯定有个数据的校验啊 不要出来13月38号是吧 所以我有个check time 然后check time大家看 都是对这个数据 做了一个整体的划分是吧 几几年是吧 99 然后呢 month最多是1到12是吧 还有小时的等等 这都做了一些 聚集的check check完了以后 我们在会儿 再看还有get time是吧 那这个get time是干什么用的 这get time呢 是我把这个时间 保存到了一个数据啊 我们这样呢 是做了一个修改 这个修改是在一个结构体里面操作的 因为最后我们要打在屏幕上是吧 要打在屏幕上 所以把它放到一个数据里面 然后最终我们可以回写一下 这样就OK了 那当你点home按钮的时候呢 这个表回来了 拆单调到了组件面 这是这个时时时钟的问题啊 那么再往下我们还可以加什么 看门狗 那其实这个应该摆在首要位置是吧 对于一个大型的项目来说 一定要有看门狗 看门狗干什么呢 防止你的程序跑飞 不要做了项目 做了半天的这个 突然间死机了 然后不知道怎么做是吧 当然我们这开发板呢 是有一个复位按钮的 那其实真正到了用户那一块呢 可能复位按钮是不存在的是吧 只能用户断电 那为了让你的东西做的更好看 有时候它死机了 用户也不会发泄的吧 让用户发泄你死机了 那你就被吹了是吧 所以我们要自己加一个看门狗 一旦它出了意外情况呢 它可以自己复位 这样呢 很少有人会知道 我们这个东西曾经出过错误是吧 看门狗是一块 加进去 而且这看门狗呢 是用定时器来喂狗 到我用的定时器2 因为5已经被用了是吧 2到5呢 是一个常用定时器 5已经被用了 我这里边用的是2啊 还有触摸屏的校准 因为这个货呢 是用触摸屏来操作是吧 它不都有接盘了 也没有多少按钮啊 按钮尽量少用 要不然用弄烂了都 有触摸屏 当然有一个校准的过程啊 当然这个校准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按钮 假如说用户发现了这个冲摸屏不好使的时候对吧 可以告诉他你点哪个按钮就可以重新校准呢 那这里边我也做了一个校准啊 K1是来校准出摸屏的 校准完了以后 它会保存数据 只要是用这两个函数 大家可以看到K1的外部中断啊 到AT.C 把这个最小化呢 我们来看 看有没有K1的外部中断 K1呢对应的是4好像是 这里边有个触摸屏的校准是吧 当然这里边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K1在哪呢 大家看我点了一下按钮以后呢 它就会触摸是吧 当然这个触摸呢 最好拿一根笔是吧 眼神不太好的 校准了半天不太好看 OK 校准完了以后 大家会发现这有个问题吧 它没有回到组界面是吧 所以这里边应该加一句话是吧 回到组界面 当然这里边为了好看的 我还要复位一下 它自然就回到组界面了 所以在这我们要加一句话是吧 回到组界面呢 你会掉满牛这个 点声里边的一个函数就OK了 它自然会跳过去 再往后 我们要考虑一些中段优血级的试着 如果你把整个这个系统都揉在一起的话 里边有很多中段是吧 首先定时器是有中段 然后呢 比如说业务传感器呢 这些都通过中段的触发的 那对中段我们知道有个优血级的划分 哪个高哪个低 那在这里边我 我觉得这个看门狗应该最高是吧 不管怎么着呢 我们这个看门狗都应该保证呢 它有优血级 它可以去实时的去喂狗 防止你这个程序跑飞是吧 然后接下来呢 是我们这个业务传感器 和红外传感器 然后这两个货啊 哪个应该高一点呢 我觉得业务是应该高一点是吧 我这个事太急了是吧 一旦产生了业务的话 应该手续要报警 所以业务传感器 我会把它的级别调高一点 然后红外的辞职 剩下这些级别可能就比较低了 比如什么触摸屏了是吧 它的级别可能比较低 因为也不经常用是吧 还有一些其他定制器 级别也比较低 然后窜口我把它做的是最低的是吧 当然对于这个优学级的画风呢 你可以也有自己的一些画风方式 不一定非是这样的 但是最起码我觉得前面这些呢 差不多是吧 尤其是业务传感器和红外探测 一定要有其他的高是吧 至于什么温度传感器了 烂切八糟的 都应该统统靠后是吧 这是优学级的一个设置 那如果你有更好的设置方法 应该会仔细的排一下数 数据啊 好好地排列它的游戏机 但我像我们还有一个纠错的问题啊 因为这个8266啊 它本身是有一点问题的 不知道你们用的怎么样 但是我在实际测试过程中 我用8266已经用了快三年多了 它刚出来我就开始用 到现在为止 我对8266还是不是很熟啊 不知道怎么搞的 用着用着就感觉不对了 而且呢 有一天我突然间打开电脑 发现8266就不工作了 然后我生气了 我第二天 重新又打开电脑 它又能工作了 那中间我什么事也没干 有时候我也很奇葩是吧 那其他问题 我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任何一个模块坏了 我都知道它出在哪呢 唯独这个8266就让我头疼郁闷 在实际测试过程中呢 它作为一个服务器啊 其实很有可能会死机的 在接收数据 或发送数据的过程中 所以如果它一旦死机了 这个地方死机是看不出来的 对吧 我们单片机本身死机了 会有看门狗 那么这个8266 如果一旦接收数据 泄入一个死机用环的话 可能会有些其他问题产生 不能接收另外一个数据了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纠错了 还有8266本身 在初始化过程中 可能有时候会失败是吧 我们知道绝大部分操作 都是成功的 但是8266呢 失败的初始 我还觉得挺多的是吧 所以其实对于每一个 8266的操作过程中 你都应该加上一个判断 判断它的返回值 那在我的代码里边 我没有任何判断 大家看8266.c 我就没有判断东西 是吧 Planet for完了以后 直接下一条数据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你应该去接收返回值 哪种返回值代表成功 成功的才有下一步 要不然下一步没意义 是吧 这个纠错呢 我主要是针对这个8266这一块 做一个纠错 那在整个我们这个系统基层的第一步 差不多完成这些事呢 整个这个系统基本可以工作了 没什么大的问题了 我这一步也看到了 我可以做一个问题的 这就是这个相机的 这个相机的 这就是这个相机的